大家好,跟大家分享一些香港未来政制走向,不是政制,是整个管治架构走向的大改变 如线如差,当然重要的是开完两会,已经很多日前的事情了,我们习近平主席都去了俄罗斯 新闻都去了,但是期间,香港李家超上去,就知道一些东西了 回来讲了,就说港澳门的性格了,我也评论过了,不止一次了 大家都知道,港澳门的性格就是,就是超了性格了 就是以前隔几层才去到习主席那里,现在就直接给习主席KPI了 政治局带引一个港澳门,将港澳门升格到对台版,这么高级的 由习近平亲自抓,亲自管理,希望带回香港整个社会的气势、经济 就是这样,不讲政治,如果纯粹讲经济,我们都希望香港可以 不要死尋尋,现在香港是很危险,走着下坡的嘛 所有事情我们在香港好美,但是给我们的感觉 就中央就只是在搞政治,斗争为光 就不想理会香港那些,继续全面管治 那是两条腿的,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全面管治 一方面它管治是为什麽呢,表面就没有了两国两制 一个两制的了,但是呢,不是不是,就是事实上没有了一个两制 但是表面还要维持一个两制,它又要全面管治 那就难免,它来说整套统治折落就是要多些干预了 多些干预,那习近平日理曼基,我们都知道连世界大事都理了 就不会它自己理香港的事,他是负责的人 那它的做法是怎样呢?这个才是有趣的嘛,那它怎样直接管治香港呢? 以往是国务院下面,有一个派出的机构叫做中联版就在香港了 另外,这个中联版应该是党的系统来的,党的系统 国务院的系统就有个港澳版,中联版就是,据说以前是团派的 但是现在就不会的了,现在就定于一尊,就是全部集派来的 全部都,中联版一轮改革之后,现在已经跟以前不同了 就是那些香港的本地的熟悉的人都不见了 据说,以前都找了一些官的,现在都没有了 但是呢,北京呢,港澳版呢,恐怕都转时间内转型了,是不是? 变为呢,属于政治局,习主席亲自掌权的情况了 那除了这样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大改变,这个大改变呢 那我建议大家呢,都回看报纸,相信就不是个个那么有心 好像我这么有心,李家超呢,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二十大啦,两会精神啦 就是两会精神刚刚开完那个啦,那他就要说 要跟政府同事今后积极跟中央部委,跟机构建立紧密联系 写了一篇文,发表了在报纸,是二十号,就是星期一 那我相信不是个个人留意,有这篇文,那我特别将个要点呢 就说给大家听,那大家会吓,不知道是吓一吓,还是怎样 不过呢,大家看一看先吧,我们普通小市民猜不到这么多东西的 但是所有C级、局级官员呢,我想都很坦堤不安的心理上 但是以前,你如果是打着超哥的份工,他就业民,是不是? 靠你,那你很可以的,如果你是精英一些,喜欢帮手多些就行 喜欢弃徒做份工就行,但是没事拆了,超鞋就行 他都不知道你在拆的鞋嘛,你知道他能力的问题嘛 总之你是好东西,老闆好东西,那就搞的啦,人工又高 但是是不是这么简单呢?以后,如果你想想有两个老闆呢? 不只是超是一个老闆,你说第二个老闆是中联版啦 中联版那些很容易应付而已,都是国内派来的土佬而已 现在不是哦,现在是中央的领导人了,那些应该级别高很多,能力都高很多 就是他未必要帮你做事,但是他懂得问你东西,他懂得问到位 那你就很害怕咯,是不是?我们讲任何部门,经济啦,国安啦,国家安全啦,保安啦,公安啦 甚至环境保护啦,这些部门,中共中央都有嘛,我们听过啦,虽然不熟 那么他们都有,属于党的政治局,叫做中央部位,是不是? 不熟的,我们以前这些名称,容易混乱,以后要搞清楚了,中央部位 那么呢,有18个之多,中央部位,看看先,我肯定先,有18个 那么呢,其次呢,就是要有中央部位,另外就有到澳啦,国家机构啦 就是政府机构,国务院的机构,那么根据中国政府网,我找到的资料呢,是有80个这么多的,80个部位 包括我们其实是耳熟能长的,80个我不读了,举几个外交部啦 国防部啦,教育部啦,香港没有对等的啦,有的啦,教育部有科技技术啦,是吧? 公安啦,民族事务,香港没有啦,民政部啦,司法部啦,有啦香港 财政部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啦,是吧?生态环境啦,住房 城乡建设部啦,水利啦,交通运输啦,这个没有啦,农业农村啦 商务部啦,商务部,文化旅游部啦,国家维建委啦,这个熟啦 这个,对于农业农业那件事啦,人民银行啦,香港就没有啦,有金融管理局啦 香港有審计处啦,那专利局啦,那航天局啦,香港没有啦 原子能那些没有啦,核安全那些没有啦,香港多些,海关有啦,海关有啦 体育啦,体育有啦,统计有啦,是,医疗保障有啦,我们有 医管局啦,那先看看,宗教事务啦,香港没有啦,是吧? 那研究室啦,国务院办公室啦,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啦 僑务办公室啦,这些不关事啦,好了,新华社那些都不关事啦 社会科学院不关事啦,中国有工程学院,那哪有工务部啦 香港有啦,那气象局,我们有天文台啦,信访局,没有啦 这件事,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信访的啦 不过有什么,以前有两国议员办公室,有个申诉部的啦 能源啦,好啦,讲完了,不讲那么多啦,邮政那些知道啦,文物啦,有啦 其实香港很多都有啦,但是它有80个,香港就一定没有80个 那么多啦,机构啦,公务员事务局啦,保密啦,諸如此類 啊,简单介绍完了,那是什么事呢? 李家超就说呢,写了一篇文,我就要保持跟他们有所联系 是,要积极建密联系,共同解决问题,是,那呢 他早前呢,就带领了八个局长,在北京分别办法中十一个部位 中央部位,以及机构,机构刚才读的那些就是啦 那些就是国务院下面的机构,部位呢,就是党中央的 可以展开特区政府中央部位,机构之间的有效沟通 和合作,新篇章,根据一个两制,我们不应该有这些 沟通合作那么多的,是,要有效沟通,就是现在那些没有效啦 那就是要变啦,大家要继这些术语啦,当然这篇文呢 就不是阿超自己写的,而是给了他,叫他读出来 就是拿来报纸里放在那里而已,今后,以后呢 特区局司局长会积极和对方建立紧密联系 共同解决的问题,那大家,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呢? 一点都不莫名其妙,很简单的,因为呢,习近平要直接 看着香港呢,他不会直接叫你的司局长啊,主任啊,处长啊上去的 没那么多时间,打电话都没那么多时间,他直接问他熟的那些 是不是?他有个大龐大的八十个部都好啦 三十几个部位和局啦,党中央,那这些他时时开会的 就是所有国家问题他都有,那他会顺便问一问这个局 是不是?比如税务,香港的税务是怎样的?经济,商务 香港的商务近况是怎样的?那呢,以后呢,香港的 那些对等的那些,甚至是人有证啊,民证啊,房屋啊,这些 哦,你和上面沟通,然后说你香港在搞什么 那到杂物问到的时候,上面那个人懂得回答他 那他就要时时问你了,那也都KPI你们香港这班司局 再加高级公务员,全部以后呢,除了问阿超之外 有什么事问阿超之外呢?还要同时时提高警告 中央问到的时候,是你们直接回答 那超片文说了的,是不是? 重新会坚定确保一国两制成功实际 笑好香港故事,发挥自身所要,服务国家所需 所以,以香港的长期文化力局,推进国家,作出贡献 那我们,我们不只是做香港的工作就算了,是不是? 就是不是管了公屋邨就算了,我们是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 要把握发育机遇,大力发展,改善民生,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排啟民生幽懒等等等等 就是我们有更大的使命,香港有更大的使命 还以十五四规划下,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 做香港特有优势,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就是说,就是要以后呢,香港做得不好呢 就是直接给阿杉问,阿杉就不会直接打电话问 就问他那些相对的支局长,是不是? 他的部位和局,由那些局就告诉他 以后了解香港是这样的,他们有什么了解呢? 就有空没有事就问问你了,所以以后那些高级公务员呢 那些以为找到一份好工,进了政府,做了阿超的马仔 这个世界你做马仔最开心就是老板差,什么都不懂要业民 靠你,你喜欢帮他就可以了,你喜欢善他就可以了,是不是? 那你很好玩的嘛,又好玩又高人工嘛,以后不是的了 以后那份工很难打的了,我做了几条片都讲过 阿超以后就那份工很难做了,是不是? 现在不止那份工难做了,所有私局级官员,常秘 全部那份工都复杂了,难做了,那么呢,还有,根据中国的官场习惯呢 你不要想着快点辞职,退休算数啊,你知道啊,郑日华都想辞职的 结果被人拿回来香港,是不是?做到他够期,然后才告老公 是这样对你的,你做官,不只是拿好处,是不是? 要随时被拔官的,里面叫拔官,就是炒你油,还要追究你的责任的 那是合理的哦,你多高人工,他们多高人工 我想那些,那些里面的局长,我们这些耳座都十多匹的人工 我肯定高过他们的,外交部了国防部那些 当然贪污另计,贪污当然,如果不贪,清官来说,只是出粮的 你比他多很多哦,是不是?那你是不是要负责任一些呢? 好了,说中央有什么部位,那这些部位都是更高级啦,当然 那这些部位,或者是,现在经压李强直接,国务院机构 那都是阿习直接管住,还有,不要说管啦,他一起工作 那,那,党中央的部门机构呢,有几位,几类委员会啦 有统战部啦,有政法委啦,是,有,有,台湾工作办公室啦,对外联络部啦,是吧? 那,其他都不说啦,人民日报那些不用啦,统战部啦,是吧? 那,诸如此类,是吧?政法委呢,党校啦,求是集资啦,是吧? 类似,那部位就是这样啦,那机构比较齐整些 刚才说过,80个机构之多,那以后香港的官员呢,就是... 如果还没明白呢,就去看阿超那篇文啦,你当然不是见他那些 就是假大空啦,大力发展经济那些,那些吹嘴东西啦 而是呢,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承担更大责任的使命 要维持十四、五规划下香港八大中心地位,要类似要发挥 那,这些就是你们收了人工准备要做的事情啦 如果大家觉得我乱吹呢,我还提到一件事啦,如果我没有记错呢 以往呢,林郑月娥那样,上去开会呢,就是她个人上去开会 就是两大,去年,列席而已,咋咋声回来啦 现在她上了一个星期,不止带了八个人上去,主要是说明什么呢? 她率领八名责民责局长分别拜访了十一个部位,机构和机构 新篇章,大家展开合作,所谓展开合作 就是接受她的领导啦,是不是? 更有效的合作的康庄大陆,沟通那么多做什么呢? 一个两制,其实你负责就可以了,是不是? 出事才问她的嘛,现在不是啦,以后呢,可能招请事,晚会报啦,是不是? 今后,特区各级司局长、政府官员会积极 听到啦,会积极与中央部位机构建立这样的联系 与内地不同关位,共同解决问题 内地就不会帮你解决问题的,但是会问你,你怎样解决? 我要汇报给习主席听,以后就是这样啦,大家明白吗? 我不会怀疑我搞错的,大家看看李家超在3月20日公开的一篇文章 竟然是小人讲和研究这篇文章,那我就都希望大家看完交流下留言 我没有猜错,或者我没有看错,我没有搞错,是不是? 这么多中国问题专家,那就是有口望言,希望大家指正指正啦 好,那这条片呢也都讲完了,多谢大家的耐心收听,好像是比较复杂些,但是影响就大啦 那么大家密切关注,留意啦,多谢大家